哎 那两个都没关 过来过来 发工资了 哎 来了 终于发工资了 来 你的 你的 哎 老板 这不对呀 干的时候不是说好的一天二百吗 这 我跟我老婆都干了一个东西 怎么才一千块钱呀 能给你们钱就不错了 用你们这点钱买个手表 不行吗 领导 你不能这样啊 我们的母亲常年卧病在床 要不离口 你不能可靠我们的工资啊 你母亲生病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们两个 能干干 不能干 给我滚蛋 哎 领导 你不能这样呀 我母亲还得那个钱救命呢 怎么就你们两个事做呢 我告诉你 我爹可是这里的经理 要不然 让你们两个吃不了风的都 抓一股干活去 麻烦 过去 老公 这可怎么办呀 等一下 你谁呀 你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你谁呀 你是不是想多管钱这儿 我告诉你 我爹可是这里的假经理 我让他重视你 假经理 是假号吗 原来你知道啊 你知道 他俩在这儿都管闲事 听见 喂 假经理 你知不知道 你哥在咱们工地 有多嚣张啊 你现在 去办公室等我 老公 那该怎么办呀 小兄弟 刚才的事情 我都看到了 让你们受委屈了 你们放心 这件事 交给我来处理 你们的工资 一分钱都不会少 谁让我的员工不好过 我就让谁 做得好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们安心干活吧 假经理 怎么是你啊 我弟啊 去财务了 你有什么事吗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呀 还有 上班期间 你这像什么样子呀 哎哟 你个小职员 够嚣张的呀 我渴了 去我倒杯水炫 你 你什么你 我说你个小职员 脑子是不是缺根筋呢 这个时候 都不知道来巴结巴结我 就算我职位再小 你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 我说你这个小职员 是不是脑子不灵光啊 之前那个李助理 就是因为脑子不灵光 被我弟就开支了 你说可惜不可惜 原来李助理 是被这么开除的呀 你弟 可真够厉害的呀 对了 你们不是发奖金了吗 你给我装五千块钱 我呢 好让我弟呀 提巴提巴你 这么过分的要求 你都能提出来 看来你们兄弟两个在公司 可真是无法无天了 那你以为呢 是谁呀 在我公司吵吵闹闹的 爹 你来了 赶紧 把那个不实相的小职员 给他我开了 让他赶紧交接工作 走来 行了行了哥 你别说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扒了我干啥呀 这是我们郭总 我管的什么郭总吧 郭总 啊 不好意思啊郭总 我不知道你就是郭总 我刚才跟你都是开玩笑的啊 郭总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别喝一般计酒了 把他当个屁 放了吧 我献你们两个 一小时之内 把科扣所有员工的工资 都给我还回来 还有 你们两个 明天都不用来 郭总 不过我平时 用我教育还我费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原谅他自己 假经理 亏我平时 那么地信任你 你可真是 什么人 都敢给我把公司弄啊 郭总 这不是我大姨 叔表哥在家里 无所事事 每天瞎混 一直要跟着我 在公司里 我去点东西 让他 我这么荒废下去 我也没想到 他是这样的人啊 假经理 你平时往公司里安排人 表现好的 我也就不说你了 现在 敢咱们保安队五个人 就有三个 是你家亲戚 怎么 你想把你家七大姑八大姨 都弄到公司里来吗 要不然这样吧 我干脆 把这个公司给你得了 郭总 我 我不敢啊 你不敢 还有你不敢的事情吗 那一刻 确定的事 把客户所有员工的工资 都给我补回来 还有 人在做 天在看 丢什么 不能丢良心 忘什么 不能忘善良 假经理 带着你的七大姑八大姨 你离开我的公司 就一场解决重重的现实 你注定有缘迷失 总会有一缘愿 都是你揪游自己 我只有一世坦待 我只有一世坦待 和岁月刻的伤心